耶 大家好嗎 好 看你們不太好 看來你們今天好不好 好 耶 給大家一點掌聲 你今天嗨不嗨啊 你今天嗨不嗨 耶 耶 耶 歡呼是不是在哪裡啊 那你就歡呼好不好 耶 這樣就對了 欸 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嗎 我13年沒有女朋友 單身到現在 很多人都說 哇 你怎麼單身啊 我是真的不知道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啊 為什麼單身的人 要叫做單身狗啊 那很奇怪吧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單身人 為什麼不叫單身羊駝 有沒有 單身羊駝 或是單身陝西 單身陝西 那為什麼要叫單身狗 超難聽的 而且那種單身女生啊 叫什麼 單身小野貓 單身小野貓 為什麼 難道是英文翻過來的嗎 欸 Pus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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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指的是下面嗎 如果不然中文不是說 欸 暴魚暴魚 太下流了 太低級了 我覺得我們台灣人沒有這麼低級 沒有這麼下流 所以我覺得絕對不是這個原因 絕對不是這個原因 我想了一下 嗯 我想我想我想 嗯啊 我想到了 我覺得可能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 心理狀態是有關係的 大家想想喔 單身狗也是狗嘛 如果我們這邊有一個 很可愛的黃金耐雪 哇哇 黃金耐雪 然後你在摸牠的時候 你會知道牠在想什麼 欸 你好可愛喔 欸欸欸 我很可愛對吧 欸 想摸我媽 想摸我媽 欸 我不要演喝水給你看 跟男生一樣 隨時想表演狗喝水 然後呢 女生的話是什麼 好 比如說這邊有隻 很可愛的小貓咪 小貓咪 啊 看到我的肉球了嗎 又大又圓 又大又圓 小貓咪 哎呀 搞得我心癢癢啊 不讓我摸 沒錯 就是小野貓 所以 為什麼單身狗跟小野貓 我覺得這應該蠻合理的吧 你們覺得合理嗎 好 看來你們都覺得很合理 所以默認點頭 默認點頭沒有關係 但是我一定要跟你們講 單身狗很可憐 你知道單身狗最慘的是什麼嗎 去唱KLV 我常常跟我的朋友去唱KLV 那我的朋友呢 他們都在唱 你是瘋了 我是沙 我只能唱我們不一樣 而且有一首歌叫 戀愛症候群 你知道嗎 戀愛症候群 這首歌有七分鐘 我連三十秒都站不上邊 超慘的 超慘的 而且重點是什麼 有一次我的朋友 我的homie 他失戀了 我就身為我的兄弟 我一定要陪他夜唱一下 我就去跟他夜唱 那個晚上 他唱了三十幾次 心不了奇跟帥到分手 然後我還是唱 我們不一樣 很慘啊 真的很慘啊 重點是單身的人呢 大家都覺得 哇 你身為一個單身的男人 你一定常常看A片對不對 對 但是 我看A片已經當藝術片在看了 我那麼多幸運 你知道嗎 我已經昇華在看藝術了 你要知道啊 A片超精彩的好不好 什麼透明人間 你想得到這種劇本嗎 你想不到對不對 我也想不到 比如說A片的世界你要想 A片超精彩 A片的世界超和平 你什麼事情都可以就 啪啪啪來解決 比如說 老公撕掉了 啪啪啪啪啪 兒子成績沒剛好 啪啪啪啪啪 隔壁班的大神 啪啪啪啪啪 那什麼都可以啪啪啪解決嘛 超和平的 你不覺得嗎 超棒的世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重點是 欸 我發現一個系列 超級精彩 超級獵奇的 這就叫 幽靈系列 真的有這個方號 我忘記了 對 真的 我不是老司機 那重點是 這個系列是這樣 就是跟幽靈啊 河童啊 然後獵嘴女 啪啪啪 等一下等一下 獵嘴女欸 你能想像 就是她在 模仿這樣子嗎 我 我還蠻想看獵嘴女吹口哨 那重點是 欸等等等等 我們先看一下劇情好了 你在下載之前要看劇情 對吧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劇情在寫什麼 在夜裡有風光的噴上 這個昏暗的小房間裡面 電視 滋滋滋喇喇喇 把她做個紮衣 那主角翔太 打開了電視 打開了電視 怎麼沒有反應 突然間 哇 有一個女鬼從電視裡面 啪了出來 她穿著繞套的白衣 繞套的長髮 但是她有白皙的皮膚 昏緣的巨乳 明依桃般的消耗紋 像在看的害怕極的 她縮在牆角 怎麼辦 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她決定灌出洋氣給她 我現在一個小時 我們看她跟女鬼在哭 我覺得這個 這部片實在是太奇怪了 怎麼會是這樣弄啊 重點是 你們有沒有發現 一個很奇怪的bug 沒有吧 你們剛剛一定沒仔細聽 這個是一般人跟我之後 看A片和藝術片人的差別 我看到我一個差別就是 你想 漫威跟DC的人啊 他們再怎麼樣都不能打敗鬼 對不對 欸 AB男優可以欸 他們都不能突然把鬼 劍進起來啪啪啪 那我一台英雄做得到 沒有嘛 只有AB男優做得到 重點是 欸 我把他下載下來 只是 等一下 我真的不敢點開來看 你不覺得點開來看 看完會做惡夢嗎 不覺得嗎 所以我真的不敢看 我真的不敢看 那有一天呢 我去參加一個 應該是參觀木乃遺展 木乃遺展都有看過嗎 去埃及來木乃遺啊 包郵郵啊 對不對 好 這一次呢 木乃遺展我排了很長 他對我來說 怎麼那麼多人要排 被看死人啊 跟我一樣這樣子 前面有個爸爸又帶著一個小女孩 小女孩一直哭鬧 爸爸我不要看木乃遺 我不要看 我會做惡夢 爸爸超生氣 他問著小女孩 妹妹 爸爸問你 你在來看木乃遺之前 你會不會做惡夢啊 會啊 那有差嗎 可以啊 我真的讓後面我異語激起我夢中人啊 真的啊 那真的有差嗎 所以我就把A片點開來看了 重點是什麼 反正就算是惡夢 也是個純夢嘛 對然後呢 重點是 我還是會出去玩好不好 我不要說我只會欣賞藝術片 我還是出去做一些戶外活動 比如說玩寶可夢 Pokemon GO 你們有玩嗎 你們有沒有發現是 有時候你的家裡底下 或者是路上有時候巨型 一大批人 他們不是黑社會 他們也不是在抗議 他們只是在抓寶可夢 對 重點是什麼呢 你們有沒有發現 在這群玩寶可夢裡面的人呢 他們裡面沒有一個外籍人士耶 對吧 對吧 你們有沒有發現對不對 重點是我從來沒有看到 裡面有越南籍跟菲律兵籍的 欸你們都沒看到對不對 好 我告訴你為什麼 因為他們呢 都喜歡在台灣玩 正人寶可夢 當然他們來到台灣 他們會隨機獲得一個老人寶可夢 然後要照三餐館為他吃飯 來為你吃飯 幫你洗澡 然後帶出去散步 喔在散步的時候呢 可以開啟交友模式 欸你好這是我吵戲老人 這是火戲 這是火戲 重點是 他們還有多人對戰模式 但是有一天呢 我會在我家巷口的全家 看到四個越南籍的外籍看護 他們成了花枝招展的 好像那個慾望城市的封面 你知道嗎 真的真的真的 然後 他們推著要看老人寶可夢 到全家裡面 然後變成一個大桌在那邊聊天 我覺得寶人跟人家捨起寶貝朝營 入腦 老人寶可夢就乖乖坐在旁邊 我要喝水 不可以 這就是多人對戰別式 模式都什麼對戰啦 就看誰最經話 最訓練有數啊 如果不驚話 他的 essa個 老人寶可夢就會被他棄養 然後這些康務呢 就會燈出 跑掉 Nachom政府呢 就會生氣氣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還會罵這些老人寶可夢 一定是你不聽話 所以你的主人跑掉 我們罰你三個月沒有新主人 不管你掉不掉 都不可以有 有沒有 我們台灣人最保護我們這些外國人士 我們絕不會種族其實也會霸凌他們 我們是保護外國人 在台灣呢 不管是外省人 原住民還是客家人 我們大家都是好朋友 所以呢 大家今天覺得寶可夢很好玩 對吧 仔細去玩 可是有人問我說 欸 看起來 你講這會不會政治不正確啊 欸 你有聽過政治正確的笑話超好笑的嗎 從來沒有聽說過吧 我們不過只是用一個開玩笑的方式 讓你注意到這些事情發生過 今天呢 祝大家有一個美好的夜晚 謝謝大家 多多支持囉 謝謝